很開心可以得到科技部創意獎和大家分享專題的心路歷程 首先感謝舉辦專題的老師們 常常會跟老師各咪耽誤不少老師的時間 其次要感謝指導的學長姐 還有開會熱烈討論的同學們給我不少的意見 三年級開始由一階校外的Case和專題寫得有些匆忙 但我依然決定提早進入專題 跟著劉立松老師在實驗室學習 主題是我第一個難題 不同的是老師不會塞主題給我會引導的方式決定自己的興趣 也因此會常常找老師各咪 一開始換過不少的題目 但最後決定做智慧家庭相關的應用 決定好題目後就開始跟學長姐們訂購材料和看一些paper做討論 由於智慧家庭會拆解一些電器來組裝 這一點其實蠻有趣的 為了達成便利性我也接觸多種的城市語言 發現城市不是印象中死板板的 可以做一些藍牙或wifi通訊或是圖形介面 還有資料庫等 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的演算法 感覺自己不像當初這麼的懵懂無知 老師也提議是否要寫大專生計劃並且計劃書 我當然也是答應了因為設備上我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一路忙到了三下電機系專題正式的開始了 每周都會有同學間的groove meeting交換不同的想法 畢竟每個人的想法會局限在自己的視野 也讓我可以慢慢加一些新的應用 讓內容比較多元一點 直到計劃的結束才正式告一段落 這一年多我接觸到了很多未知的領域 雖然都不算太專精 但我也慢慢打開了我的視野 感謝老師學長姐同學的協助 讓我在專題有豐富的收穫 也鼓勵學弟們參加大專生計劃 可以培養一些實作的經驗 這是我的感想 謝謝